我名字是 馬上聽得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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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葡萄的印度人 別同別懂得懂得懂 有三人嗎 非常有趣 韓信普恩斌飾演患有自閉症的律師 余英吳 工作遇上各種疑難雜症 卻靠著細心和執著 困境一步步迎刃而戒 余英吳智商高達164 法學院第一名畢業 但這位過目不忘的天才 卻患有自閉障礙 初出社會進入大型律師事務所 卻因為不善表達缺乏社交能力 上演菜鳥律師生存技 透過不同視角揭開事件真相 也讓眾人刮目相看 登上串流平台全球旅創收視高峰 也受到台灣居民喜愛 高居排行榜第二名 官方也釋出刪減為播出片段 辦公室天花板瞬間被染成一片蔚藍 讓余英吳忍不住露出燦爛笑容 揭曉第五集中李俊浩準備的禮物沒被丟掉 也讓觀眾留言這麼療癒又浪漫的片段應該要播出 直呼心中鬱悶都被排解 其瀏海短髮造型對鏡頭參效 普恩斌現身首爾沙青燕 面對媒體大方筆出招牌問候手勢 眼火自閉律師碰觸少數族群議題 表現手法拿捏得當 整部戲十六集還在熱播當中 移民也持續敲碗直呼期待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民生八方式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